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 带你了解真正的中国 今天是2022年9月16号 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看看乌克兰战场上有什么变化 目前在赫尔松战场 这个乌克兰部队已经基本上将 蒂涅伯河右岸的整个赫尔松地区 都置于这个海马斯的火力控制之下 今天这个赫尔松城 据说有这个海马斯火箭炮 落入了这个赫尔松城 这是俄媒报道的 具体是不是乌军发射的 或者是不是海马斯 这还不清楚 当然从现场照片来看 确实有房子被炸 这个因为蒂涅伯河右岸 在这个海马斯的这个覆盖之下 就导致俄军没有办法调动他的预备队 根据乌克兰南部国防军发言人 古媒纽克的说法 乌军继续向前推进 并击退占领者 我们继续我们的战斗工作 但现在谈论胜利还为时过早 我们需要在解放的定居点 站稳脚跟 这个发言人说的也是实情啊 因为在赫尔松战场 确实有些定居点啊 乌军站下来之后 但是反过来没过一天两天 又被俄军夺回去了 有这样的情况发生 14号下午啊 乌克兰的赫尔松 威尔克里沃罗格 攻击水坝 和一架苏二四 这是乌军的报告 俄军啊 平凡出动苏二五 说明啊 赫尔松地区争夺已经进入白热化 双方短兵先接啊 势必要分个你死我活 根据美国媒体报道啊 说赫尔松大战即将来临 在赫尔松地区啊 俄罗斯部队投入了15万精锐 可能数字比这还要多 乌克兰呢 投入了25万部队 美国预计 未来几个月 乌克兰将发生激烈战斗 美国总统拜登政府认为 激烈的战斗将持续到秋季结束 这是因为双方都将努力 在冬天到来之前进入最佳位置 这是在赫尔松地区啊 双方正在这个激烈的交战 不仅有这个互相炮轰啊 而且还出动了空军 俄军也豁出去了 不停的派出他的空军啊 来袭击乌军的阵地 在乌冬地区啊 目前乌军和俄军 双方进入一个战略相持的 这么一个阶段 双方没有太大的这个进攻啊 大概在登巴斯地区的 巴赫莫特村啊 那个地方战斗比较激烈 双方都是投入了这个精锐啊 目前战场上就这么个情况 我们再看看战场之外 车臣领导人卡德罗夫啊 号召这个俄联邦 每一个州啊 动员1000名志愿者 这样俄联邦一共85个州 这样就可以征集 85000名俄军 然后要传播送到乌克兰战场 首先做出反应的是 克里米亚 号称啊 已经募集了2000名志愿者 这个非常好啊 如果能募集85000人 送到乌克兰战场上 乌克兰战场现在就是个绞肉机啊 85000人 每个人是20万卢布一个月 85000人要武装起来 要多少钱 还要顺练 你要不顺练 那去就是炮灰啊 而且还添乱 大家进行有效的训练 这个都是普京啊 在往乌克兰战场上面加仓啊 不停的增加筹码 这是个好事啊 很多人可能没有注意到一点啊 就是在乌克兰战场上发生的战争啊 我们更多的是关注这个美国 北约 欧洲这些国家 对乌克兰的援助 又是送了什么大炮 凯撒大炮 或者什么榴弹炮等等 海马斯 实际上啊 这些欧洲国家 对乌克兰的援助啊 远远不止这些 我举个例子啊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乌克兰的这些 军事装备 比如坦克 转甲车 坏了怎么办呢 他们都可以送到捷克 或者是立陶宛去维修 他不是在乌克兰本地维修 都要送到那儿去维修 大家可以看这个图片啊 这是乌克兰方面啊 将这个德国的这种自行火炮 自行榴弹炮 送到立陶宛去维修 这是对武器装备 那受伤的士兵呢 乌军受伤的士兵 马上就会送到后方的医院 进行初步的治疗 如果后方的医院解决不了 他们就要送到欧洲 比如德国 意大利 还有什么其他国家 甚至英国 去最好的医院 接受治疗 反过来看 那俄军呢 基本上就没这待遇了 如果受伤了 那就惨了 死了还好 一死百了啊 什么都不知道了 如果受伤 尤其是重伤 根本得不到治疗 因为他在赫尔松 或者在乌冬地区 他没有空啊 去把这伤员运走啊 或者运送伤员非常麻烦 毕竟远离俄罗斯本土 远离大后方 如果送到占地医院 那个占地医院非常简陋啊 送到克里米亚的医院 克里米亚本身 也是非常不安全 所以俄军受伤之后啊 非常惨 如果命大啊 你能坚持几天 那可能能送到 比尔格拉德啊 或者是通过比尔格拉德 再送到摩斯科 或者是俄罗斯国内去救治 那得你命大啊 血槽厚啊 能扛啊 大部分人扛不住啊 那武器装备呢 那基本上就扔了 如果坏了 他没有办法维修 扔在荒郊野地 可能就被乌克兰农民啊 拖走了 所以说在后勤保战这一块 那俄军也很吃亏啊 他毕竟是远离本土作战 所以俄军啊 他征召越多的士兵到乌克兰 那对俄罗斯来说损失越大 根据俄媒的报道啊 其中有这么一篇呢 是描写这个靠近乌克兰的这个边境重镇呢 叫比尔格勒德 叫比尔格勒德 这个咱们都很熟悉啊 因为这个城市啊 是俄军 他的所有的运输啊 他的装备 他的后勤部级 都是在比尔格勒德这中转 然后这是进入乌克兰的最后一战 下一战就到了乌克兰了 所以比尔格勒德也经常被乌军啊 袭击啊 还有游击队去破坏 所以比尔格勒德啊 总是发生爆炸 因为那个是俄军的一个重要的后勤保障一个基地 比如最近啊 乌军在乌冬地区势如破竹啊 然后这个俄军疯狂逃窜 那么这个也影响了比尔格勒德的这个市民的情绪 这篇文章啊主要是写关于靠近乌克兰边境的俄罗斯城市比尔格勒德的市民的情绪 他写的有一个商人啊 最近在花钱请人在他的院子里挖了一个11英尺的防空洞 该市的数多居民担心他们的安全风险正在增加 21岁的幼儿园老师叶卡杰林娜说 我们感到害怕 但你和孩子们一起工作时 这尤其困难 他说在本周早些时候 一枚炮弹碎片落入学校 孩子们开始跑来跑去尖叫着导弹 但我告诉他们这只是雷声 虽然比尔格勒德的大部分居民支持莫斯科的政府和战争努力 但一些人对俄罗斯其他地区仍然生活在国家好像没有发动大规模战争的情况下表示沮丧 这就是战争阴影下的比尔格勒德的市民 乌军如果说袭击俄罗斯本土的话 那大概率可能就要先袭击这个比尔格勒德 所以说这个乌冬地区俄军一失利之后 比尔格勒德的市民很多人都驾着汽车要逃离比尔格勒德市 因为他们就担心乌军会打过来 至于乌军会不会攻击俄罗斯的本土 这个很不好说 已经有乌克兰军方人士放出话来了 他们已经做好准备攻击俄罗斯本土的准备 就等着泽伦斯基一声令下 没有什么不可能的 所以说住在这个比尔格勒德的俄罗斯人就非常的紧张 因为毕竟他们离战争最近 所以他们对其他的地方还各无生平 感觉到沮丧 随着越来越多的俄罗斯的城市可能遭到袭击 随着越来越多的俄罗斯人感到沮丧 那么普京离他下台就不远了 俄罗斯警告美国 援助乌克兰远程导弹将视为直接与俄对抗 据俄罗斯卫星通信社14日报道 俄罗斯驻美国大使安东诺夫接受采访时表示 如果乌克兰获得远程导弹 并攻击俄罗斯本土 美国将被卷入于俄罗斯的直接军事对抗 这个我相信这是俄罗斯的底线 因为这个在三个月以前或者四个月以前 俄罗斯总统普京就已经说过这话了 当时美国要援助乌克兰海马斯系统 双方都在放狠话 后来普京说只要不援助中远程武器 所以说后来美国就援助了海马斯 但是一直不援助能打300公里的陆军战术导弹 那这一次俄罗斯驻美国大使又说这样的话 那这个可能是俄罗斯自己画的红线 就是美国欧洲对吧 你们遵守援助不能援助中远程武器 当然了这是俄罗斯单方面的这个画的红线 威胁至于美国北约认不认这个两说 对吧他可以慢慢来啊 美国可以马上支援乌克兰能打250公里的导弹 普京有什么办法 所以普京这个所谓的红线底线意义不大 美国会根据战场的需要来决定给什么武器给乌克兰 国际原子能机构以26票赞成 2票反对7票弃权的优势票数 通过了涉污核电站决议 决议指出俄方对核设施的军事占领 大大增加了核事故的风险 将危及乌克兰和周边国家民众的生命健康 俄方应立即停止对扎波罗尔核电站采取的行动 立即停止对乌克兰境内核设施的所有行动 要求俄军立即从核电站撤军 并将核电站控制权交给乌克兰当局 俄常驻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团表示 全球大多数人反对这一决议 俄罗斯和中国反对该决议 投反对票 印度、巴基斯坦、南非、埃及、越南、塞内加尔和布隆迪 投了弃权票 中国投了反对票 印度投了弃权票 所以俄罗斯就说全球大多人反对这一决议 这次在乌兹别克举行的上河峰会 普京和穆迪进行了会晤 穆迪说 印度总理穆迪告诉普京说 现在不是打战的时候 粮食、化肥和燃料安全 才是当前世界主要关注的问题 我已经在电话上和你谈过了 穆迪说民主、外交和对话让世界团结在一起 普京说他理解穆迪对乌克兰战争的担忧 俄罗斯将尽一切努力尽快结束乌克兰的冲突 当基辅拒绝谈判 乌克兰领导人拒绝参与谈判进程 普京的逻辑很强大 他已经忘了是他在侵略乌克兰 是他的军队在乌克兰领土上 他说乌克兰不愿意谈判 不愿意听火 不过普京说泽伦斯基不愿意谈判 拒绝和谈 最近网上就流传了一个乌克兰方面拟定的和平计划 一共是12点 而且这个和平计划在俄罗斯的网络上在传播 然后这个12点和平计划 是泽伦斯基跟美方讨论过的 然后交给了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 由埃尔多安转交给普京 这个网传的这个和平计划一共12点 我们看一下 第一点 俄罗斯军队在2022年2月24号之后 从其占领的所有领土上撤出 那就是说恢复到2022年2月24号 那就是克里米亚还暂时由俄罗斯占领 但是乌冬地区俄军必须要撤走 第二个截止2022年9月1日 俄罗斯联邦和俄罗斯人所有的环金和外汇储备 以及被扣押资产转移给乌克兰 赔偿协议必须由俄国家杜马和联邦委员会通过 并由总统签署 这就是涉及到战争赔偿了 怎么赔偿 就是赔偿的钱来源哪 被冻结和扣押的环金和资产 这是一部分 第三个在25年内等额支付2000亿欧元的额外赔款 25年时间要赔2000亿欧元 第四个从2023年1月1日起 5年内免费向乌克兰供应天然气 这是实物赔偿 第五个在联合国和国际组织的组织下 在限定时间前举行克里米亚地位公投 你看这个乌克兰已经做了很大的让步 就是他允许在联合国的监视下 主持下 对克里米亚再进行一次公投 第六个 俄罗斯联邦整个欧洲部分非军事化 撤出乌拉尔以外的所有地区 这招够狠的 俄罗斯分欧洲 俄罗斯分欧洲和亚洲部分 欧洲部分非军事化 这一点恐怕不太合理 那俄罗斯把欧洲的军队全部撤到亚洲远东地区 这个伤害性不大 侮辱性极强 第七个 俄军立法裁减至60万人 第八个 永属军事观察员进入俄罗斯联邦 所有军事设施 包括军事研究机构 这个就包括核设施 就要让国际军事观察员 要去把俄罗斯的核设施去检查检查 第九个 在国际观察员的充分参与下 提前举行国家杜麻宪举 第十个 在国际观察员的充分参与下 提前举行总统宪举 随着所有项目全面实施 国际社会将开始部分解除 国际社会将开始部分解除此前实施的制裁 协议签署后 俄罗斯银行将立即与SWIFT系统恢复链接 取消对俄罗斯煤炭 水油和液化天然气的销售经历 恢复航班 并建立重要药品和飞机部件的交付 首先一个 这个和平计划好像十点吧 不知道真假 但是我觉得如果是真的话 俄罗斯应该接受 首先一个在领土上面 俄罗斯没有损失 克里米亚暂时还是他的 乌冬地区 只是他撤出 恢复到2月24号 剩下的是他国内 比如说重新选举 什么裁军 这个对俄罗斯国内都是好事 不用再养那么多军队 因为养的军队太多 然后那么多核弹头 导致俄罗斯叫穷兵独武 经济一直发展不上去 俄罗斯的老百姓都跟着遭殃 本来俄罗斯是很容易富裕的 因为他资源非常多 就卖资源 他都可以富起来 关于赔偿 那是天经地义的 你俄罗斯派了几十万人 在乌克兰 把人家家园全部摧毁了 杀了那么多人 赔偿个几千亿 这是理所当然的 所以我觉得 这个普京啊 应该仔细研究研究 这个和平计划 找个台阶下就算了 因为这个乌克兰案 还没有把矛头对准普京本人 比如说要公审普京 把普京啊 送到海牙什么国际法庭 甚至把普京引渡到乌克兰的工审 那这更麻烦了 所以普京一看 差不多建好就收啊 这是个最好的梯子 一个台阶 如果这个条件 普京答应了 那普京在国内 可能还能再干几年 但是呢 从乌克兰角度来说呢 这个和平计划 不是特别的有利 因为乌克兰本来就要恢复 1991年的边界线 那就是克里米亚 就是乌克兰的 就是赔偿天经地义的 然后帮俄罗斯去军事化 这个也是啊 美国欧洲这些国家 共同的愿望的 大家这么鼎励相助 有钱的出钱 有人的出人 又给你出卫星 出技术 出武器 跟俄罗斯打 实际上就想让俄罗斯 去军事化 让俄罗斯五十年之内 没有这个实力啊 再发动一场侵略战争 这个欧洲 则尽码五十年之内 享受和平 那这个战打的才值得 如果说就这么把俄罗斯 俄军给放回去 让普京得以喘息 然后普京就是赔钱而已 什么裁军啊 那都是小意思吗 他毕竟还有六十万部队吗 到时候打战的时候 再扩充快得很难 所以说从乌克兰方面来说 这个协议好像不是太合理 所以我觉得这个协议不像是真的 普京如果拿到了这个和平计划 如果是真实的 那么普京啊 宛然也能睡个好觉啊 从此啊 心里踏实了 好 这期节目啊 我们就聊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喜欢我的节目 欢迎订阅转发 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 谢谢大家